是我們去POP的EUROPE 這個可以啊 哇這個可以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在Swissland啦 我們現在要回去炎熱的馬來西亞 慘了慘了慘了我的東西不見了 OK今天是我們在這一個 Green-Derville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這個 Junfrau Dodge 我們要去搭這個Cable 我現在已經買了 這個票一個人是190塊發的 也就是差不多接近800塊馬比 所以這個Junfrau是我們去POP的EUROPE 就是去整個歐洲最高的山 這個最高的山是少女山的 Junfrau Top of Europe 所以不知道值不值得 等一下我們一路拍啦 我們再拍分享感想啦 幫我拍一下幫我拍一下我要我要 今天這很特別的一天 我們今天去Green-Derville的Junfrau山 OK 為什麼前幾天沒有什麼拍到 因為沒有什麼去哪裡 我們來Swissland是來休息的 啊懶惰就講懶惰 沒有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山上 等一下帶你們去看 OK 來看一下老師 我們沒有時間啦 我們算最後一台 其實我們要看下的首冊呢 拍一下很多東西 可以看一下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風景 哇 我見一下這個山 敷衍 有什么感想来这样的天呐 我们过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等到下一趟火车 我们现在是要从这边上火车 然后去到最高点 gg.com 我们花了八百块来看这一个白白色的东西 挂扫小 白白 可以啦可以看到那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东西了 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玩那个 LOW BUN 是 真的 有点感动 这是真的冰 我是真的 现在手是湿的 小心 小心 我们主要在这个 冰屋这边 花雪 又冰 小心 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这个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什么啊 Ice H 等下冰在这边 这个可以啊 哇这个可以 哇这个就是 Top of the Europe现在的状况 它的雪你看 像我的手已经变这样了 我 desarroll了 一样答案要做 我爱 是 那 是 我说 我说 那 就 就是 我说 说 - 刚才我们去的地方应该是富士堆这样的 - 刚才是白茫茫看不到的 - 现在可以看到有点雪 - 这个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 - 然后刚才那个port那边 - 还有那个云在那边飘啊飘 - 现在已经是4点了 - 它是4点17分最后一趟的那个火车 - 你可以看到 - OK - 所以变成说我们花了800块马币 - 只是去到一个经典 - 也就是这个Aspalas - OK 这个Aspalas我们有去到吧 - 这些1 2 3 4 - 我们都没有去到 - 好可惜 - 可是不用紧啦 - 还有下次啦 - 没关系 - 我们去到那点我就已经很值得了 - 好玩 -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水泽人这边 - 因为我们要把今天的料吃到完 - 肉挖鞋 - 然后谢谢雪人姐帮我们在那边准备食材 - 谢谢 - 谢谢杰森老师 - 吃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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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谢谢David Young - 诶 David Young - 等一下要把我们烤肉 - 还有谢谢我帮忙洗鸡 - 这样 - 没有 - 还要谢谢我 - 因为我帮忙吃 - 她洗哪一个一吃罢了 - 你的Ice Cream啊 - 应该先吃了 - 还要先吃了 - 你看阿隽王又没有谁 - 然后讲要洗那个王也没有谁 - 有哦 最后有洗了 - 要叫叫叫 - 我跟你讲这个煎夹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 这冰厨我可以跟你讲是史上最大的 - 哈喽啊 这冰厨 - 现在是差不多两度 - 你可以看到这个户外的冰厨 - 这边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你可以 - 可是看不到的 - 所以这是天然的冰厨 - 喝起来是它的冰不会死冰 - 真的是 - 它喝下去它不会好像那种 - 它是很清凉 - 瑞士的味道 - 瑞士的味道 - 然后很清凉很爽 - 很好喝 - 这边很美 - 拜拜 - 拜拜 - 来吃饭吃饭 - 吃多棒啊 - 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的 - 一边吃着东西 - 一边停着隔 - 一边停着隔 - 然后 - 简单没 - 可能是我比较简单 - 这个我后面一起 - 什么叫不要吃几只饭 - 我们都去买了 - 我来吧 - 气氛好吃 - 可是给他讲讲一下 - 会变得十一 - 气氛不大 - 这个是真的 - 这个是真的 - 这个是烤猪肉 - 试试看 - 这个贴很了 - 应该是最好吃的 - 刚才的表情多了一些 - 挺多 - 然后 - 这个切 - 味道 - 看一下我的烧肉 - 我给你们烤了一个烧肉 oven - 热身的烧肉 - 做我们的烤肉 - 现在来切这个烧肉 - 刚刚出炉 - 你先从中间走一个位 - 下去 - 哼哼 - 哼哼 - 都软了 - 哼哼 - 哇 - 你的皮真的太硬了 - 这个烧肉好吃 - 我帮你 - 你看那种电视剪辱会这样好吗 - 明明很难吃 - 哇 - 太好吃了 - 入口鸡划 - 差不多是十八年的butter - 然后再放了一些 - 就是我们自己配的盐 - 哈哈哈哈 - 哈哈哈哈 - 哼哼 - 哼哼 - 我踩了后面就没有了 -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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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Switzerland啦 - 我们现在要回去炎热的马来西 - 我要离开这个适合我的国家 - 哼哼 - 这里很凉啊 - 刚刚好对我来讲 - 很舒服哦 - 基本上就是穿这样子我就可以出门了 - 还有跟你们讲一个tip - 其实我们蛮早来的 - 然后这个机场 - 早来的原因是我们等一下去 - 这样中午不是一开始就买Business Class啦 - 因为如果你现场买的话 - 如果它的机位很多 - 它就会给你算便宜一点 - 可是如果它就是剩那几个位 - 可能就跟你在online买Business Class的价钱是一样 - 虽然这个是一个小小的tips啦 - 可以省大概几百块啦 - 也不会多 - 可是有好过没有咯 - 对吗 - 而且你每次做Business Class的时候 - 你都是悠闲的 - 人家economy是后面才上下飞机 - 你是先上下飞机 - 整个行程下也不会这么累 - 如果你是有能力的话 - 可能你真的是可以考虑 - 买一趟Business Class的飞机 -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 像以前我video拍过的讲 - Power of Consciousness - 你去体验一轮那个体验之后呢 - 你是很难回来的坦白讲 - 这样很难回来好在哪里 - 就是你会很有motivation的 - 是想要冲回 - 去到Business Class也好 - 住好的酒店也好 - 这些都是你的原动力来的 - 因为当你没有原动力的时候 - 你做什么东西都起不起劲 - 可是你有原动力的时候 - 你做东西是 - 自己自动自发的简单来讲 - 会是变相的把你推动 - 然后去完成你要完成的目标 - 这个是我之前在Power of Consciousness - 那个video有讲过 - 适量的去给自己一些比较奢侈的一些享受 - 可是不是over啦 - 要的是去体验啊 - 感受你去看YouTube啊 - 看Facebook啊 - 看到很爽很爽哦 - 不是你亲身感受的 - 你不会有那个感染力的 - 重点是你要自己亲自去体验 - 有了那个感染力之后呢 - 可能是你生日改变的时刻 - 这是我是认真的 - 不是我讲的 - 还有哦 - 你看连business class check in - 都不用等 - 它都是最少人去的 - 很多时候economy - 它back check哦 - 累是累在等 - 本来到一个destination - 你基本上要花一天的时间来休息 - 这样基本上那一天你就浪费了 - 这样你去外面旅游时间 - 就是很贵的嘛 - 把握每一分每秒去玩 - 这个我讲 - 为什么6000块值得 - 是值得在这些地方 - 就是时间咯 - 还有你的精神咯 - 还有你的吃的那些服务啊 -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从Dubai飞过来嘛 - 它是一个星星的城市 - 而且它的那个城市是很多来自外国的一些员工 - 来这边找寻商业机会的人 - 所以它那边是一个很 - 大家都在努力找寻机会 - 都在try to跟彼此竞争的一个环境 - 所以那边是很modern - 然后也比较有生气 - 所以你在那边你自然而然会被那环境感染 - 想要做一些什么 - 然后想要去做 - 可是当我们来到Zoolish的时候 - 我们来到瑞士的时候 - 因为他们的一些社会的那种社会的机制 - 弄到他们就比较有一点懒一点 - 它们是比较 - 两点放工就两点放工 - 然后薪水还每一个月三千八 - 这个是基本薪金 - 它们的薪水不能够低过三千八百 -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 - 它们就比较慵懒一点 - OK 有好有坏 - 你不能这样讲就不好 - 我要讲的概念是什么 - 你今天如果你在你现在这个地方 - 你觉得 - 做什么东西都好像不能够这样 - 你就要需要换一下你的环境 - 需要去到那个地方 - 充满着你想要达到目标的那些人 - 假设 - 你想要学好Crypto - 这样子你就需要去到一些社群 - 或者去上课认识做Crypto的人 - 不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去自己学习 - 不是不可以 - 它没有办法走得远啊 - 简单的 - 你可以走很快 - 可是你走不远 - 虽然这是每次David Justin老师他们很喜欢讲的就是 - 一个人你可以走很快 - 可是多人你可以走更远 - 点到这里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 可能我也是需要重复别的地方 - 我们不要局限在一个国家 - 其实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家而已 - 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啦 - 我觉得workline balance是不存在的 - 很多人会讲工作的时候工作 - 然后玩的时候玩 - 可是对我来讲 - 工作本来就是玩的一部分 - OK 就是你热爱那个工作 -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玩耍的事情 - 你是做到很开心的 - 就好像很多人就讲 - 出来就是要放松啊 - 不要做工作 - 可是对我来讲 - 这个就是我的一部分 - 我出来玩也好 - 然后我又可以顺便做工 - 可能做日更video啊 - 做trade啊 - 我觉得没有东西啊 - 我不会觉得很痛苦 -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而为一 - 融合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 我觉得我为这件事情感到骄傲 - 我要做的是每一天都在旅行 - OK 不是每一天啊 - 就每一个月都有地方去旅行 - 同时又可以兼顾到工作 - 又有收入 - 又可以造就到别人 - 带给观众更多value added的东西 - 这个是我信仰的东西 - 这也是我现在在做这个东西 - 你相信某样的东西 - 那件事是好的 - 就做罢了 - 可以找一找 - 去想一下你怎样去达到我讲的 - 工作跟生活是合而为一的 - 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 OK 这样子啦 - 今天的negging有点长 - 可是就是想要八字内心的去 - 给你一些idea - 可能你可以把它套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 - 你好吗 - 谢谢 - 谢谢 - 你看我们的国家 - 我们回来了 - 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 - 超级冷清 - 什么都没有 - 只有人罢了 - 很少人 - 而且是全部下飞机的 - 没有办法啦 - 希望国家关快好起来 -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 拜拜 今天就到这边 - 时间到了 - 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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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 - 我的东西不见了惨了 - 不见到完了 -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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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 所以简单来讲 - 为什么我们这么轻轻松松 - 可以走住西场 就是因为 我们的连行没有跟我们回来 - 他还在德拜 - 没有办法哦 - 叫我们送回来 - 已经是刚才讲 - 在交通的时候要转过去 - 已经是降了的 - 因爲我们认为没有问题 - 到最后 - 怕的东西还是发生的 因为我们已经是成为国家通缉犯了 所以他刚才那个通关是习北 做到习北原来根本逃不掉了 其实他一步一步做 一开始他是给你做Malasajatra 你scan了过后 他会让你变成person under surveillance 就是PUS 就要去verify 你是不是有做那个home quarantine的application 因为我们之前before回来就要做了的 然后after做了这个verification了过后 就要去做soft test 第一次 after五天的self quarantine 再做多一次PCR test 然后等三天还是negative 才可以正式出去 所以西北麻烦 所以就一直挂着这个东西 到第二次PCR test negative range 而且就算你讲啊 你把这个拆掉啊 你要卖Sajatra 还是一样是黄色 所以你想要逃类是没有用的 OK 我们现在也是做好我们的公民的一个守则 OK 就是尽量让国家可以赶快好起来 Zither Harp 不想要让自己能够 赚爱的靠自己手 爱的人靠自己手 一生要靠自己走 活着泪台的情痛 想要得到人生胜利 坚持不放弃 泪花前进 拥有坚硬的心